Ctrl C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把它贴到for回圈这边 然后把它贴上 那再来的话把R改成什么改成I 改成I 这样就完成了 那也就是说你按下去之后的话呢 他就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资料 先就是全部都把它新增到 资料表里面去了 这样就完成了 有没有 现在还没完成 因为全部新增过去之后的话 还要怎么样把旧资料全部删掉 对不对 那全部删掉很简单吧 你就是什么 把它Clear掉就好了 那Clear掉怎么Clear 这个等下再看好了 第一步就这三行 应该很简单吧 OK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不过应该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会跑很久 我刚已经把那个SS资料清空对不对 里面的话现在确定是没有东西 那把它关闭 再来的话呢 我们一样启动那个表单 然后把资料全部写进去好了 全部贿赂 这个时候不需要新增的 全部贿赂 那全部贿赂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有这么快吗 完蛋了 因为Messie Messie bus他会一直跳 那怎么办那就要把Messie bus 不然你就要按1000多次了 他每跑一次 他就Messie bus一次 所以这个Messie bus 可能你要把他 把他delete掉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如果你不希望他跑 有个方法 我记得好像 那Ctrl 加 Black Ctrl Black Ctrl Black 中断 这个 书里面也没写 如果你一直跳 一直跳 那你怎么办 你要停掉的话 停不掉 所以怎么办 记得一个 一个 一个那个 组合键 叫做 Ctrl 加 Black Black在哪里呢 在那个 有没有在 中间的那一排的 右上那个 Ctrl加 Black 这个时候他就怎么样 程式码会被中断 增错一下 那如果你要停掉的话 就只要按下这个停止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停止 那请你把这一行 怎么样 注解掉 不然的话每一次都会跳一次 每次都跳一次 就很麻烦了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让他怎么样 再 重新执行 那你会发现 他这个时候呢 就会一直跑跑跑跑 不过会有缺点 就是你 最好怎么样呢 给他漏斗好了 有没有 如果你没有漏斗的话 使用者会觉得 当掉了 就会开始紧张 然后就会乱 乱按乱点 那就会更惨 所以 怎么样 把那个 你 状态有没有 游标变成漏斗 这个怎么做 等下再跟各位讲 所以有几个 第1个就是 新增完毕之后 把资料如何清掉 第2个是 在 执行的时候呢 变漏斗 然后执行完 又变回正常 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等下再来讲好了 OK还在跑 大概要跑一下下 把画面先还给 跑完了 跑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刚刚的部分 就是问题 打开来 看一下里面 有没有资料 打开来 资料全部进来 OK 只差怎么样 就是把资料全部删 把全部原来 Esser里面是要删掉 所以这里的话 把这个地方 删掉好了 OK 大概类似像这样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打开 打开 谢谢大家